建議 社會社要帶大家關心 更頭白日 花蓮一間金碼店 給人手 兩千五三的 男朋友來到金碼店門口 一個坐在歐洲外 另外一個是 雞仙要搶金牌鏈 店員拿一刀 兩兩半的金牌鏈 給他見 這個男朋友就雞仙先掛 看看 這個掛 膝蓋 麻油就掛筋酸 坐歐洲外 給另外一個人載去 頭隔 順勢差不多14萬 該在 上昇的消息就是早晨 差不多七點前來 已經在宜蘭 打卡抓到人 但他們腳手 就很近金牌鏈已經拿去賣 等現金 這個青鵝山的男朋友 站在金牌的整台前 等點完把金牌鏈拿出來 不過男朋友如果看起來怪怪 又不是偷看點贏機 拿到金牌鏈後 男朋友先刺刮一下 想不到後一秒 男朋友從金牌裡面走出來 路邊走到一台機車在那裡 男朋友坐在那裡後 騎車的人 雖然把油門吹下去 騎車走去 老闆說已經在後面 因為金牌鏈還在 男朋友的身份上 因為其實有一點在防他啦 你知道他有點怪怪 可是就 你有擺東西要等一下 人家說要看也不能說不起來擺啊 但是 老闆說那當時就感覺 這個金牌鏈怪怪 只要用三分鐘的時間就讓他們唱起 中山路附近的銀樓軍事 遭抢抵的案件 是目前正在積極的偵辦 雖然沒有人走到人去冠軍報警 警察也順便管來調查 附近的民眾說 這兩人的偵犯 好像為幾天前 就在花園這條 人家老闆看得到的行 可能是有身體會好的 金方雖然索定 兩人的偵犯的身份 是不夠彷通 這個偵犯 還有時間用網路 用人民社團信息 給網友說自己是給人塞隆的 又說條件要求網友跟文章抬掉 實在是有夠好大 雖然近方在七點前來 就第一人的打卡抓到人 不過嫌犯唱起的金牌破連 已經給他拿去賣掉了 記者綜合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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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綜合普通